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很經濟很便宜的素食蔬菜 就是這個豆腐燜茄子 材料一磚豆腐 一開八件 我幾面都用了少少柚鹽鋪上去 在晾水等會煎 然後茄子一條 這一條兩三蚊 一條半斤 我把它切件 就像我的紅燒茄子一樣 斑立皮之後切件 一層鹽水 不是鹽水 待會做一個炆煮很快 幾分鐘就完成 然後有少少蔥段 一蔥段就最後 埋味的時候去做色做水 加點顏色 跟著有些蒜蓉 蒜蓉在那裡大概一兩茶匙 那就起鑊用的 馬上開始來做 熱了之後 我加入大概500ml的油 首先開始來 煎炸一下豆腐 之後就放了豆腐下去 放了豆腐下去之後 用一個中環火 其實不用太多油 只不過我剛才做的 就做了一個炸的食物 上面有些油 其實是4-5湯匙可以 這個可以多一點 可以翻一下 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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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火转弯一点 转到近中火的阶段 因为这样可以快一点 因为我不需要这个面条脆的 最重要是煎到面条有一种硬正的感觉 要炖上来才可以轻易一点 否则就会容易冷的 现在又翻断了一次 翻完之后这次都是分钟 已经差不多可以起下了 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先拌匀 再和大家继续 好 拌起了一些糖果之后 放大约一汤匙左右的油 好 开始用小锅 把蒜蓉炒一炒 放大约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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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断 Fortunately 放大约一炒 火可以热 放大约一炒 炸好大约一炒 放大约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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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茶匙半的生抽 1茶匙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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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匙 吸收 半茶匙半茶匙半茶匙 甜雞本茶匙的糖 少許的胡椒粉 加入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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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至3分鐘 3至5分鐘就沒所謂 最主要想多些蟹籽的軟度 我先試3分鐘 如果蟹籽不太軟 我需要加時間 待會3分鐘後繼續 過了3分鐘 先看看這些麵糊 這個差不多了 這時間就可以撕試味 醬汁都熟透了 再加上蔥 再加上蔥 如果你喜歡醬汁的話 要加一點點 因為我自己煮這麼多菜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是不喜歡油醬汁的 OK 完成了 不如出現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 這個簡單的素食蔬菜 就是這個豆腐燻茄子 就已經完成了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朋友 就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讚 支持一下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